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 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嗯,的确没错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耶 小婴儿他明明还没有学会语言啊 但是他们又是怎么配合导演演戏的咧 对耶,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 所以到底是为什么啊 那你们一定没有听过 好莱坞有特别设立一种职业叫做婴儿牧羊人 婴儿牧羊人是一种翻译员 负责传达导演有时候要一些小婴儿和小朋友 在摄影机面前做出导演想要的动作 哦,那他们通常会用什么方式来引导婴儿呢? 有一位婴儿牧羊人 沙儿辛格曾经说过 嗨,努多尔,你要一直眨眼 一直眨,一直眨,一直眨哦 他们会利用这种话拉近和宝宝的关系 通常婴儿牧羊人会使出浑身解数 除了本事要够以外 还要先取得父母的信任 父母的信任通常也是关键哦 嗯,那还真的很不简单耶 每个事件都要经过设计 而且婴儿啊,他们通常都不按牌里出牌 所以婴儿牧羊人还要想尽办法 逗婴儿笑或是让他们哭 真的很不容易 这个职业真的非常特别呢 那我们借由这篇新闻来学一些英文吧 第一个单字是 第三个单字是 Trust 信任 Trust 来,跟我一起念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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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rusted you a lot 我曾经很信任你 I trusted you a lot 这样都学会了吗 那下次再和我们一起听新闻 学英文咯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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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单元由高雄广播电台与文枣万语大学传播艺术系 文枣网络电台合作直播 谢谢收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